如果说今天我要建立 已经建立好一个成语资料表 那这个资料表里面呢 我如果说要做什么呢 做一些查询 那查询的话当然就按右键新增查询 第一步都一样 把成语放进去 假如说我今天要查的是什么 我刚刚提到那个方式 就是说第一个 我查了结果要全部显示的话 那就把成语解释力矩通常打过就好了 打过之后呢 针对调进去做筛选 假设我今天要查的成语是什么呢 成语是有关于老虎的符号 比如说符 那你要怎么下条件呢 当然你可以在底下加上会有 然后哪个栏位呢 成语 like 然后什么条件 就直接这样打 enter 直接会有 会有什么呢 会有成语 那两位名称可以是中文的 like 这个地方like like like 单引号 这边是单引号 接下来我要查什么 老虎的虎 我讲过吗 开头跟万用字元 所以这边的话加到百分比 开头加百分比就是什么虎 还有什么呢 虎什么 只要有虎的地方 只有虎 这样的话我们再执行 执行之后呢 就会秀出我们要的结果 这边可以看到 以下就有出来了 结果就出来了 总共有这些 生龙活虎 有吗 如虎天意 虎口余生 龙堂虎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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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样就可以查得出来 查出结果 另外就是说呢 如果我今天要查别的 其实很简单 只要更改什么 更改这边 这一个 关键字就好了 如果说今天我要设计一个 可以在网路上面 让人家去搜查询的系统 只要有个地方改变 这就是所谓的变数 变数 只要在这个地方做 修改 让人家可以填质量 并且我取得 它到底填了什么 把这个填的质量 放在这里面 丢给C COSERVER 它就把结果丢坏给我了 基本上流程就是这样子 基本上 所以你只要懂得 这个COSERVER 那就可以查出 你要的结果 这里的话我想你们试试看 如果 在成语里面的查出 比如说以虎 开头 在这个成语里面 有虎的部分 把画面先还给各位一下 记得啊 这个地方第一个动作 按右键 新增查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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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增查询